你好,我是昆仑刘石,欢迎您来到书馆,听我给您讲故事。 今天咱们要开新书了,那今天咱们故事的主人公是谁呢? 今天咱们要聊的呀,是乾隆皇帝颇有争计的一位妃子,谁呀? 香妃。这会儿就有朋友说了,那乾隆皇帝其实根本没有香妃这样一个妃子,我也知道。 不过呢,大伙也都清楚,通常啊,我们觉得这民间所指的香妃呀,实际上就是乾隆皇帝的荣妃。 我们都知道这清代后宫当中选妃呀,通常都是来自内幼府选秀和这个八旗选秀。 也就是说呀,后宫的妃子基本上都是奇人。 哎,这荣妃娘娘啊,她可就是个例外了,她是个维吾尔族,她并不是奇人。 咱们在介绍这荣妃娘娘的身世之前,我先得跟您说说呀,这荣妃在我心目中的地位。 您看啊,这个少数民族与中原的联姻,无论是政治上的强迫,还是你情我愿,我觉得那都是对民族融合,以及这民族稳定有帮助的。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?这联了姻以后啊,那就是辈辈亲,亲上亲,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不是? 所以说在头讲故事之前啊,在我这个作者心里啊,已经给这位娘娘点了个赞了。 那么咱们干脆一点,那就闲言少叙吧,输开正文,要聊起这个荣妃娘娘的身世啊,咱们必然先得从大清朝的一次平叛开始说起。 这次平叛叫什么呀?叫大小合卓之战,这是在乾隆年间啊,发生在新疆的一次叛乱。 那么这合卓是什么意思呢?这合卓呀,是波斯语的一个音词,本来的意思呀,是穆斯林对伊斯兰教创教始祖,莫罕默德后裔的尊称。 后来的这合卓一词呢,就被更广义化了,在这个波斯语里啊,通常称呼这个宗教上的首领,以及社会的上层人物啊,他们也称呼为合卓。 这大小合卓呀,是哥俩,他们本来呀,是这个天山南路,维吾尔族的首领,马哈木特的两个儿子。 这大合卓的名字呀,叫波罗尼都,这小合卓的名字呢,叫霍吉珍,这大合卓波罗尼都啊,那不是咱们这段故事的主角,这小合卓霍吉珍啊,您要是现在想看看这个人啊,还能看见他的一部分。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?嗨,您瞧我这个人说书啊,他有一个毛病,本来呀,我这袜单底下呀,装的这个草挺好的,抖出来呢,就是一个大包袱。 要说呀,应该把他往后放放,噎得再紧一点,然后再抖出来呢,他就比较精彩。 就因为我这人说书啊,他憋不住劲,在这个故事的刚开始啊,干脆我就跟您说了吧。 这小合卓死了以后啊,这个头盖骨啊,被这个乾隆皇帝做成了一个嘎巴拉碗。 诶,据说这个碗啊,是喝酒用的。 至于乾隆皇帝用没用这个头盖骨的嘎巴拉碗,喝没喝过酒,我可不知道。 但是这个东西现在还在,在哪啊? 在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,您要是有机会啊,这个参观游览台北故宫博物院,您可以亲自实地的呀,看看这个嘎巴拉碗去。 您不就等于看见了这个小合卓祸及瞻的一部分了吗? 什么您呐,是不是这乾隆皇帝太残忍了? 分裂主义分子,这乾隆皇帝呀,把他做成了嘎巴拉碗,有可能是喝酒用。 要是我呀,就直接把他做成叶湖,起叶用。 那这哥俩他怎么就叛乱了呢? 哎,这我还得给您从头说。 在这康雍时期呀,这个天山南北并不是现在我们所熟知的新疆少数民族控制。 是谁控制的呀? 蒙古族。 在那儿啊,盘踞着一只啊,豪横的蒙古部众。 哎,这您大伙可能都知道,就是那个让康熙皇帝和这个雍正皇帝焚透了的蒙古准嘎尔布。 这小火烛霍鸡站呢,在幼年的时候,就跟他爹呀,跟他哥哥被裸到了这个蒙古大营中关押。 这个大营在哪儿啊,就是现在的伊犁啊,被谁裸走的? 那会儿啊,这准个阿尔汗啊,就是策望阿拉布坦。 这名字啊,您听着耳熟吗? 对喽,就是那个康熙年间,大将军王印提,西北用兵,不就是因为这策望阿拉布坦他反了吗? 您想啊,那会儿的策望阿拉布坦在这个天山南美那多厉害呀,跟吐一巴狗似的。 他就把这维吾尔族首领这河卓这仪仨就给软禁在了伊犁。 这样更好的控制这个河卓的部众。 在这个乾隆二十年的五月啊,这大清朝派兵啊,一鼓作气就消灭了准个二韩国。 那关于这大小河卓呀,这说法就不一了,有人说呀,是清军呢,放回了大小河卓,也有人说呀,是自己跑的。 要说这清朝朝廷啊,对这个哥俩还是不错的,他们把这个大河卓就放回了喀什嘎尔,让他呀,去组织军队,建立一个呀,臣服于大清朝廷的政权。 然后就让这个小河卓呢,留在了喀什做了当地的宗教领袖,可是往往呢,这人心不足啊,他蛇吞象,没过多久啊,这准个二韩国的残部。 在这个阿穆尔撒纳的带领下呀,反了,那这人又是谁呀,这个人啊,是逃过了清军清角的,策望阿拉布坦的外孙子。 您瞧呗,咱们这书,这关系捋得多清楚,就从这个呀,我觉得您就应该现在先点个赞。 这小河卓呀,就忘了当年在人家那儿啊,当人质的苦了,哎,还就跟着这个蒙古人啊,一起造反了。 那您想想这乾隆皇帝能乐意吗?你分裂祖国,我能不干你吗? 于是这定边将军赵慧,带领着三千八旗兵兵啊,扎营黑水河边,与这个叛军是一决高下。 这朝天一打呢,还就赢了,攻击秦货贼众是一万二千余人,军器两千余剑,陀,罗,牛,羊,还得有一万多头。 这大小河卓一看呢,大势已去,于是啊,这脚底抹油,得烟,颠了。 那这俩人跑哪儿去了?哎,不远,巴达克山,那这地儿它在哪儿啊? 我跟您说呀,您就知道了,您知道这阿富汗和咱们新疆之间呀,有一条狭长的通道吧,这个地方啊,就在那儿,叫巴达克山王国。 哎,对了,人家那儿啊,也有国王,这巴达克山王国呀,好家伙,弹丸之地呀,这国王一想啊,算了,这俩人啊,留不得。 于是就把这大小河卓这哥俩呀,弄死了,献给了清军,这样啊,清帝国这场啊,大小河卓之乱,是彻底的平复。 有人说,哎,都说到这儿了,说书的,你这和湘飞的有什么关系?哎,当然有关系了,有两种说法。 第一种说法啊,来自于民国,在民国时候很盛行啊,说实在的,挺不贴谱的,我不太信。 还有一种说法呢,是近泰学者通过这多方面的考证得出来的,嗯,说实在的,我也不太信。 我信不信的,不得紧,既然是说书嘛,就都得给您交代清楚了,咱们先说呀,第一种说法。 早在这个平盘战争打响以前啊,这乾隆皇帝可就听说了,这大小河卓呀,这两个人的媳妇啊,都挺漂亮的。 这大河卓的媳妇啊,叫埃拉,这小河卓的媳妇呢,叫法蒂玛。 不过这算起来,这大河卓这媳妇埃拉呀,现在按年龄算的,应该是已经年老色衰了。 这小河卓的媳妇啊,不但是啊,正当年,而且据传说呀,这法蒂玛呀,身有一乡啊,人味道啊,是乡气仙道。 这乾隆皇帝嘛,是个很有上进心,对科技很有探求精神的人,他于是啊,就告诉那个,这定边将军赵慧。 他说你啊,一定要把这霍吉栈,这媳妇啊,就是那个体友异乡的,给我弄家来。 我呀,研究研究,算起来呀,这法蒂玛呀,应该是比这个大小河卓的脑袋呀,先到的北京城。 因为这大小河卓跑到阿富汗的时候啊,并没带着自己的家小,这赵慧呢,很快就找到了法蒂玛,把他们一干人等啊,送到了北京城。 这前龙皇帝呢,他惹定是个陕迷大爷,一看这法蒂玛呀,长得确实是漂亮,而且真的呀,是体友异乡,于是啊,就把他留在了宫中,就是后来的荣妃娘娘。 这第二种说法啊,就是学者们考证出来的,说这小河卓霍吉栈的媳妇啊,他真的叫法蒂玛,他们家呢,是回布的贵族出身,他的父亲啊,叫爱丽荷卓木,弟弟呢,叫土耳都荷卓,虽然都是这个回布维吾尔啊,这个他们家和这个霍吉栈小河卓这个家族啊,常年不和,也是为了本地区的和平,这土耳都荷卓木就把自己的一个姐姐嫁给了小河卓。 霍吉栈,这两家虽然表面上啊,通了婚了,实际上暗地里的还是较着近,就在乾隆二十四年的时候,这大清朝啊,进攻叶尔强,爱丽荷卓木和他的儿子土耳都荷卓,这爷俩就帮着清军,剿灭了小河卓霍尔卓,并且决定,把一个女儿送到这个北京和乾隆皇帝通婚。 有人说啊,这个女儿就是法帝马,因为这个荣妃进宫的时候啊,二十七岁,这个年纪在清朝啊,那明显是个二婚。 可是要让我说的这事不好说,因为据史料证实啊,这荣妃娘娘她是既有姐姐还有妹妹,那我们怎么就能断言说这个法帝马她不是荣妃的姐姐呢? 有这么一份清宫档啊,叫清宫帝后妃,遗物处理和焚化改制,上面写的清楚啊,这荣妃死后,留下的遗物首饰,既分给了荣妃之姐,又分给了荣妃之妹。 而且啊,这荆丑大臣呢,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大学士和珅,所以说呢,有此证明,这荣妃啊,是既有姐姐也有妹妹的,并且啊,都生活在北京。 根据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的记载,乾隆二十四年的九月初五,定边将军赵惠把这个大小何卓的家眷一同解到了北京。 这档案中还提到,土耳都何卓墓之包姐法帝马,就是这小何卓霍尔吉詹的妻子,这一干战俘啊,在乾隆二十五年的正月底,到达北京就送进了内务府。 这其中啊,就肯定包括这位法帝马,在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初三的宫廷当上,纳拉市皇后位下就有一位学规女子,封位何贵人,也说是土耳都何卓墓的包姐。 有相当一部分学者,包括维族学者在内啊,都认为这法帝马和荣妃就是一个人,至今为止啊,也没有什么新的这个学术观点和线索出现,所以说呢,在咱们这段书里啊,也就认为这小何卓的媳妇法帝马,就是后来的荣妃。 换句话说,这乾隆皇帝取进紫禁城里来的这个二十七岁的何贵人,呃,他是个二婚,咱们怎么讲这荣妃呢? 咱们就按照啊,这个荣妃,他就是小何卓的妻子,这条线啊,延伸他的故事,也就是说啊,他是这乾隆皇帝的战利品。 那有很多朋友就质疑了,在乾隆朝的时候啊,这乾隆皇帝这样做,他合适吗?说实话啊,合适,草原民族啊,他们信奉的是这个自然的丛林法则,这游牧民族,他讲究的就是啊,在战争结束以后,一旦我胜利了,对这个失败者啊,那就是要抢了你的房子,占了你的地,吃了你的牛羊,睡了你的妻。 您比如说吧,这铁木珍的妈妈,就是这个承津思汗啊,他的妈呀,就是被他爹抢来的。 这草原上一场敖战结束之后啊,这黄太极收了人家林丹海所有的妃嫔,这就是收继婚,其实啊,也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。 在战争胜利以后啊,这乾隆皇帝按照草原民族的生活法则,以及生活习惯,纳了这小何卓的媳妇为妃。 首先啊,是中原政权与西北少数民族的通婚,其次是为了显示力量,证明给西域人看,再造反啊,这就是下场。 荣妃娘娘法地马啊,是乾隆二十四年,那年啊,是一七五九年的九月份到达了北京。 这乾隆皇帝啊,不能直接就给他个名分,为什么呀? 因为他来自西域啊,很多中原和宫廷的礼仪完全不知道,于是呢,这乾隆皇帝啊,就把他派到这个皇后纳拉市手底下啊,去学规矩。 据说呀,这段学习过程啊,还出洒皮了,这两个人的关系啊,不但没闹到和睦,反而啊,生分了,闹了离戏啊,最后还出了事。 至于出了什么事啊,不是咱今天该讲的内容,咱们呀,过两天再讲。 总之啊,就在乾隆二十五年的二月初三那天,这皇后纳拉市位下的一名学规女子,被乾隆皇帝禁封为何贵人。 这位何贵人,那就是何主法地马,后来的荣妃娘娘。 这些呢,也和青史稿上的内容啊,对上了。 青史稿中记载着荣妃啊,出入宫时好贵人。 您想想,这出入宫之时,荣妃肯定是受着皇帝喜欢的。 二十七岁进德宫来,没做过答应,没做过偿载,他直接可就是贵人。 离这个宫廷的主位啊,只差了一击,这再往上走一步啊,可就是贫了。 乾隆二十五年正月的时候,这法地马这会儿啊,还不是何贵人,这会儿还是啊,这个纳拉市皇后手下的一名。 学规女子,他们住在哪啊?他们这会儿啊,可没住在紫禁城,他们住在这万元之元的圆明园里。 也就是啊,在这个月的二十七号,在紫禁城里啊,他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。 用一句前几年流行的话说啊,这乾隆皇帝和这个乾夫哥见面了。 那么这位乾夫哥是谁啊?还能是谁啊?就是这个荣妃娘家的乾夫,小何卓,霍吉詹。 有人说你这说书,你就好好说啊,吹什么吹啊,这不可能的事。 哎,您瞧啊,我有证据,为了纪念这次胜利啊,这乾隆皇帝就命着功行画家朗世宁啊,绘制了一系列的得胜图。 这个得胜图啊,有一个祖名叫什么呢?叫平定准步回步得胜图。 这一部得胜图啊,一共十六幅,其中有一张啊,就是五门信福图。 这幅五门信福图所描写的时间啊,正是乾隆二十五年的正月二十七日。 要是换算成功利啊,那就是1760年的二月二十七日。 这乾隆皇帝在一干大臣的聪拥下啊,端坐在五门之上。 在这五门广场上啊,围着一圈大内侍卫,在门前边啊,大内高手啊,是分裂两旁。 再往外看呢,就是剑瑞营的骑兵分裂两旁。 这几名骑兵啊,那也是在这个平定大小合卓战役当中的功臣,这再往后就是皇儿的遗仗。 这宫廷乐师奏着朝天子的得胜曲。 在这个包围枪的环绕下啊,这合卓部的俘虏是跪了一地。 参赞大臣偶尔戈登跪在他最前边,在他前边放了一个锦盒。 他从这个锦盒里啊,取出了一样东西,高高举过了头顶。 那他举起来的是什么呢?他举起来的,那就是这叛军的头子小合卓祸鸡沾的脑袋。 咱们上文书交代了,这大小合卓呀,这战败以后,看大势已去,于是就抛下了家小,跑到了位于现在阿富汗东北部的巴达克山王国。 经过这清政府的交涉呀,这巴达克山国王啊,认为惹不起这清朝大军,于是啊,就把这大小合卓哥俩呀杀了。 把这尸首啊,就呈献给了清朝大军。 这乾隆皇帝有指的呀,一定得把这脑袋呀,给我带回来,在这五门献服的时候啊,一定要献到朝廷,这才有了这场五门献服大典。 这倒是啊,给您留下了一个想象的空间,也不知道啊,现在在城外的圆门园当中。 在纳拉市皇后卫下学规矩的这位维吾尔族女子啊,现在的心情是如何的? 那么乾隆皇帝对这名维吾尔族的女子,她到底是好是不好呢? 要我说呀,没有什么大雷格,就和其他的嫔妃呀,也差不多。 有人说不对啊,这乾隆皇帝为了尊重荣妃的民族习惯,特意的呀,在紫禁城当中,为她修建了宝月楼,让这荣妃娘娘啊,单独居住,并且呢,允许这荣妃呀,穿着自己本民族的服饰。 那咱们就一二一二的掰式,先说说呀,这荣妃娘娘的晋升速度,这何尝在? 也就是后来的荣妃,一进宫啊,就受到宫里上下的喜欢啊,应该是真格的。 哎呀,咱们这么称呼啊,总归有点费劲,咱们还是啊,拿那个官车称呼她,就是香妃了。 因为这香妃,她刚一进宫,就带来了祥瑞,这宫里啊,从南风移植了一棵荔枝树,好多年啊,是只长叶,没长过果,就在这香妃入宫这一年,这荔枝树上啊,竟然长了二百多粒果子。 乾隆的妈妈崇庆老太后啊,都认为,这就是香妃带来的祥瑞之兆。 您瞧,连太后都喜欢,这香妃的晋升速度,她能慢得了吗? 就在乾隆二十六年的十二月,崇庆皇太后遗址,何卓氏从贵人进封为荣妃。 乾隆三十年,位分已然是荣妃的香妃娘娘,随着上下一同南巡了扬州、苏州、江宁、杭州。 到了乾隆三十三年的时候,这重庆皇太后又降下遗址,进封荣妃为荣妃。 乾隆皇帝啊,为了尊重这个维吾尔族的生活习惯啊,还给荣妃找了一位本民族的厨师。 这厨师还留下了名字,叫奴役马特,在北京牛街啊,还留下过这么一个传说。 说这个厨子名字啊,其实啊,他不叫奴役马特,他叫什么呀? 他叫艾玛提,说这艾玛提啊,是回布香妃的前夫,这好好的婚姻呢,被乾隆皇帝搅和了。 这艾玛提呢,就十分思念自己的妻子,于是啊,就偷偷的尽得经来。 虽然呢,见不着香妃的面啊,就偷偷的给这香妃啊,做家乡的美食,就用这个糯米啊,做成了一种小团子。 这香妃一吃,这团子啊,就哭了,他说这个是我爷们做的呀,这个。 他前夫啊,叫艾玛提,他于是啊,就给这种团子啊,起了个名字,叫艾窝窝。 这故事,他一听啊,就是编的,也不知道这当年的新疆啊,他有没有糯米,有没有姜米,能做出艾窝窝来。 咱们呀,接着聊正题。 关于这饮食方面的特别照顾,我倒觉得没什么,因为你既然娶了这个回布的女子,你必然得尊重人家的民族习惯。 这有人经常这么说呀,说这个乾隆皇帝只有这个戎妃娘娘一位回布女子的妃嫔。 这一句话呀,他有两种解释,您要说点来自回布的妃嫔呢,那真就只有这么一位。 可是皇上的女人来自回布的,可不止相非一人,就在乾隆二十八年的十日初三日, 这乾隆皇帝就把这戎嫔位下的两位官女子,一位封为了福长寨, 另外一位又封为了宁长寨。 后来呀,这福长寨呀,还生为了贵人,这三位皇上的女人啊,都来自回布,并且呀,没有什么特殊照顾。 这荣妃呀,她虽然在主位上,但是她和福贵人宁长寨呀,都是由这个外膳房南房提供的牛羊肉膳食,没有什么例外。 有人说呀,这荣妃娘娘住在宝月楼当中,就是现在的新华门,外边呢是六部口,再往前呢就是回宾营, 外的就是啊,让这荣妃娘娘吃点什么本民族的食品呢,它方便,这不是胡说八道吗? 宫里的妃子随便到外边去采买食物,这事啊,听起来就不靠谱,啊,您不能跟这个晚清的这个锦妃娘娘比, 那会儿啊,大清国已经亡了,在这宫里啊,敦康皇贵妃一把抓最厉害,她当然能命人出去啊,买天赋号的肘子吃了。 哎,既然咱们提到宝月楼了嘛,咱们说完了吃,咱们再说说住,这宝月楼啊,从里到外,也没有任何回布的风格。 有人说啊,这穆斯林的,她向月,所以说啊,这个楼,才被起作为宝月楼,住的就是这位回布的香妃娘娘。 嗯哼哼,行,这种说法啊,倒颇具浪漫主义色彩,可是,她肯定啊,她不是这么解释。 根据啊,这乾隆玉制诗集二集,卷八十四所记载啊,这高宗皇帝,在乾隆二十四年啊,就曾经写过这么一首诗, 诗中指出啊,这兴建宝月楼,到底是为了什么? 诗中有两句啊,是这么说的,南岸仙城,英构建,麒麟直北望盈州。 这乾隆啊,怕别人不明白,下边啊,还有一行小柱,迎台,皆乾明所建,为南岸向无良殿,故,为楼所以配之。 这意思再明显不过了,这乾隆的意思是说啊,太野池的南岸啊,实在是太空旷了,没有任何啊,屏蔽之处。 所以啊,才兴建了宝月楼,有月照盈州之意,根本啊,就不是为了这位何贵人,哎,就是湘飞啊,所建的。 首先说啊,这宝月楼啊,没有什么特别的,也不是这紫禁城最显著的位置,并且呢,已经出了内宫了,属于紫禁城外路,城墙边上的一座楼。 把这湘飞安排在这儿啊,无非是因为她呀,这吃穿用度,和这个别人的生活习惯都不一样,如果住在内宫当中呢,显得比较突兀。 而且呀,说实在的,荣飞娘娘也没怎么在宝月楼住过,她常年的住在圆明园。 不过呢,在圆明园当中啊,这乾隆皇帝为荣飞娘娘修建了清真寺,那可是真格的。 方外观是圆明园当中啊,一组的西式建筑,主建筑啊,是一个二层的小楼。 开尖三尖,上边是虫岩顶,蓝色的琉璃瓦屋顶。 整栋楼啊,建筑材料都是大理石的,据说这台尖大门呢,都是青铜构件。 康熙二十四年刚建成的时候,模样不是这样,是后来啊,这湘飞进宫以后,乾隆皇帝把它改成这样的。 里边啊,就是清真寺的格式,让这湘飞娘娘啊,礼拜用的。 并且啊,也不是这一处建筑,是一系列的建筑。 在对面啊,还有一座汉白玉的八角船间的小亭子,叫五竹亭。 每次湘飞啊,在方外观里做礼拜,这乾隆皇帝就耐心的在这个五竹亭里等候。 并且还命人啊,在方河一东建了宪法墙,绘制出这个西域的风光画,好这缓解这湘飞的思乡之情。 要说啊,这一系列乾隆皇帝的操作呀,说是对这个荣飞娘娘有多好,还不如说呀,皇上是充分尊重了荣飞娘娘的民族习惯。 那多数情况下呀,是给外人看的,作为这一朝人王地主嘛,民族团结肯定是在他心里边的第一位重中之重的事。 今天啊,咱们简单的聊了聊这湘飞娘娘的宫廷生活,这名啊,咱们是不是得揭露一下,这湘飞它到底是不是荣飞呀? 它要真是荣飞,它身上这股奇异的香气是哪来的呢? 哎呀,我是您呢,明儿啊,得早来。 为什么呢?因为明儿这场书啊,它有点限制级,我写稿子的时候啊,都有点脸红心跳。 那这两天的书啊,您不能白听,您肯定知道这湘飞啊,实际上就是乾隆皇帝的荣飞娘娘。 这荣飞娘娘呢,来自于西域,是个维吾尔族,并且啊,我们还知道这乾隆皇帝对着荣飞啊,非常的照顾,比其他后宫当中的嫔妃略微的高了那么半格。 那至于说到这荣飞,它到底是不是自来体带香味呢?我想啊,很多好朋友就说,这事不用研究了,为什么呀? 因为这荣飞呀,它压根就不香。 你想啊,人身体啊,分泌出的味道啊,通常都没有什么好味道。 你比如说这个屁,还有这个糊臭,还有这个汗臭,就是从嘴里打出的宝格啊,也不是什么好味道。 所以说人能分泌出香味啊,那听着就不得可信。 这话呀,是咱们这说,可是有的学者呀,他咬死了,他就认为这香飞绝对是自身分泌出的香味。 那要顺着他这话说呢,那我觉得呀,只有两种可能了。 第一种可能啊,就是瞪着眼说瞎话。 第二种可能呢,我也知道,就是恋爱中的情侣啊,嗯,你怎么闻呢,它都香,你怎么看呢,它都好。 所以说这个啊,分人分情绪,哎,不贴谱这个,这人呢,它总归不是摄露,它不是抹香精,从体内哪能分泌出香味去啊? 花狼跟这个狐狸,它倒是有味儿,您觉得那它能是香味吗那个? 那么既然,今天咱们这段书一开把,就把这个香飞啊,自身能分泌出香味这件事情给否了,那香飞身上的香味是哪来的呢? 难道说,就是因为这香飞长得漂亮,秀色可参,所以说,大家才一想出来,它身上有香味吗? 这事啊,也不一定,首先啊,咱们得知道,这香飞啊,它本身呢,在人种上分呢,它不是咱们东亚人,它得算是西亚人。 实际上呢,在这个香气上讲啊,我们东亚人是不用那么重的香味的, 因为我们东亚人呢,有全球人种一向不可比的优势,就是我们身上的体味很浅, 所以说,我们就不用啊,擦抹喷一些味道更重的香料啊,来掩盖自己身上的体味。 我估计啊,在我的粉丝里啊,其他的人种可能也没有,都是咱们东亚人种, 所以说啊,我也不怕得罪他们,您要是不信我说的呀,您可以坐地铁去。 您要是在地铁里啊,身边有一位印度哥们,您提鼻子一闻,多少的啊,他有点咖喱味儿。 您要是挨着一个人高马大的白人啊,他身上啊,也有气味儿, 哎,不好说是什么气味儿,我一个朋友说啊,这是骆驼粪味儿, 好家伙活得嘞,您要是挨着一个黑人坐着,那那气味儿就更独特了。 这郭德纲怎么说来着,浑身上下呀,小回形味儿,这不是种族歧视啊,真的。 所以说这些外国朋友身上啊,多有浓重的香水味儿, 是为了掩盖他们身上的体味儿。 那现代人们,这香味儿啊,肯定是来源于一种东西,这种东西叫香水。 据说这香水啊,是古埃及人发明的。 也要是说不对啊,这个它可能啊,来自于两河流域。 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断言,这香水啊,是发明于两河流域,还是尼罗河流域。 那这波斯人呢,都会很快就会学会这种技术。 因为他们都是一磨子嘛,今天咱们聊的呀,不是香水儿。 所以说这个精油提炼技术,在这儿呢,也没有必要展开了聊。 我想这香飞,也就是荣飞啊,或者他,或者他身边的人,绝对有这个精油提炼的技术。 大概啊,您多少也能耳目着,这个波斯人呢,是很善于提炼和制造香料的。 这会儿有好朋友啊,要反驳我了,说不对吧,早就听说了,上学那会儿就知道,这古代中国呀,才是最大的香料出口国家。 要说玩香料啊,还得是咱们中国人,哎,这人就不明白了。 实际上,咱们说的这个香料啊,是往锅里放的,不是往身上抹的。 那么这香飞到底是用什么东西提炼出来了香水儿,把这乾隆皇帝给吸引那五米三道的呢? 哎,据这个维吾尔族当地的学者研究啊,是沙枣花。 据说现在的新疆当地啊,还有用沙枣花作为原料,提炼出精油有非常奇特的香味。 那有人说这香飞娘娘身上的香味是沙枣花的味道,这事儿说出的你肯定吗? 哎,我不肯定,我不敢给任何事情打包票。 可是有一件事儿啊,我可以在这儿给您叨咕叨咕,什么事儿啊? 这个事儿啊,是个军事行动,哎,是一次平叛,叫乌石事变。 说这话呀,是在乾隆三十年的时候,二月份,这新疆乌石啊,一个回部的头目叫赖和木图拉,带着一群人造反了。 反抗的呀,就是这大清朝廷。 因为什么呢?因为当地有个官员,当然了,是大清朝廷派过去的官员,叫肃成。 这孙子呀,他不是个好鸟,他是啊,驻乌石办事大臣,在当地啊,欺压良善不说呀,还经常凌辱当地回部的女子。 欺负来欺负去呀,他就欺负到这个头人赖和木图拉的脑袋上了。 他把这个赖和木图拉的妻子啊,给凌辱了。 原本这头人手下呀,他没那么多人,但是现在他为什么有人能造反呢? 因为这会儿他领了朝廷的一个差事,什么差事啊?运送沙枣树,也就是啊,从新疆往北京啊,运送沙枣树的树苗。 这次暴乱的影响并不大,很快就被平息了。 但是咱们要说的是运送沙枣树苗的这件事,那有人就说了,那你怎么知道,这运送沙枣树苗啊,一定是给这个荣妃娘能运的呢? 那不是乾隆皇帝想要在这园子里啊,栽种点井棺树,所以呢,才让人运送沙枣树苗的。 哎,您别着急,您听着,咱们接着再往下聊。 那这乾隆三十年代二十分,这会儿乾隆皇帝干嘛呢? 哎,常听我说的好朋友啊,应该能够知道,这会儿乾隆皇帝正在这下江南的路上。 也就是在这次南巡的过程当中啊,这季后纳拉是断发,哎,惹得这皇老爷子一肚子气。 那么这一切是什么原因呢?有这么一种说法啊,比较复杂,我呀,慢慢的给您捋。 巫师事变爆发以后,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南巡的船上。 当时这朝廷做出的反应呢,无非第一件事情,先是处置了这个半世大臣肃成,因为这朝廷啊,还是明白事儿的,没有这个坏人呢,出不了这个坏事儿。 第二呢,就是安抚当地的百姓啊,接着加紧平乱,这是前面朝堂上该做的事儿。 那么后宫呢,虽然现在的后宫啊,就是这玉州之上,这皇后娘娘那拉是啊,就得拿出这个母仪天下的劲儿来了。 那当然就得找这个当时啊,位分还是荣贫的,相非谈话。 那无非啊,就是这皇后娘娘得说,你看呢,因为你这点私人的事情,烦动着皇上啊,千里迢迢运运这个沙枣树进京,结果呢,激起民辩了。 你呀,得反思,那有人就说这皇后她管得着这事儿吗?管得着,哎,这皇后母仪天下啊,总涉后宫室,这管交各宫嫔妃啊,那是应当责分的。 并且这何卓氏相非啊,入宫衣室的时候,那会儿啊,还是何贵人,就在这个皇后那拉式的宫中学习规矩,好家伙的嘞,您这个相非啊,用沙枣花这点事儿啊,静在皇上跟前啊,吹枕边风了。 弄得这个皇上啊,大老远的,从新疆给你运这个沙枣树去,虽然跟你啊,没有直接的关系,但是作为皇后,我有提醒你的义务和管教你的责任。 可是啊,这那拉式皇后,她万万没想到,这相非啊,和别人不一样。 这清宫规定,这秀女们啊,是十三四岁就要进宫,那个年纪啊,基本上还是孩子。 所以说这进了宫里学规矩啊,无论是上边的后妃,还是年纪稍微大点的宫女姐姐,怎么摆布怎么试,怎么折腾怎么行。 但是您可别忘了,这荣贫进宫的时候啊,那可已经二十七岁了。 十三岁的时候,就嫁给了小河卓霍吉珍,虽然啊,她不是一国的皇后,可是小河卓霍吉珍呢,她自称大韩。 这荣贫当年啊,也是做过大福建,做过娘娘的主,所以说啊,哪那么好摆布啊,城府颇深的她,本来入宫衣室,交规矩的时候啊,这相非就不服不愤的。 这一有这回这事啊,这荣贫呢,她更是怀恨在心了,于是啊,就在乾隆皇帝的耳边上啊,给这个皇后告了刁状。 有人说这说书的净胡说,你这都有证据吗? 哎,这青史稿青史录里没写的,不一定,野史笔记里就没有。 在朝前纸臣写下的一本笔记当中啊,是这样记载的,这本笔记的名字啊,叫《雁刑记》,上写啊,乾隆三十年,皇后失东珠,回后禅皇后,搜得东珠,轮一位足家,后遂废幽之冷宫。 这上面说啊,乾隆三十年的时候,这皇宫啊,丢失了一颗大的东珠,这个回后呢,禅皇后的意思是什么呢? 说的是啊,一个回不得妃子,向皇上进禅言诬陷皇后,后来呢,就在一个侍卫的家里,搜到了这颗东珠,证明啊,跟皇后有关系。 于是啊,这皇帝才把这皇后废到了冷宫当中。 说实话啊,这事儿他不可信,要是真有这种案件,他怎么能这么简单呢? 我信不信呢,先放在一边,作为说书人呢,我都有责任,在这儿啊,跟您把这件事情掰扯掰扯。 咱们本国人呢,不拿这个朝鲜人写的这个艳行记啊,什么热和日记当回事。 这高丽人呢,可是拿这些东西当正式看的,至于他有没有镇马子的事儿呢? 哎,听说的您呢,是明白的,您呢,还得自个儿分析,要不定呢,咱们在评论区呢,也掰扯掰扯。 但是呢,有一点啊,是足以证明了,这沙枣花啊,和这个荣飞肯定是有关系的。 那有了这沙枣花香水啊,这荣飞娘娘,无论是抹在哪儿,都会有一种奇香的。 那也就是说啊,和现在这大姑娘的小媳妇,用香水的方法,一个意思呗。 在这荣飞身上啊,又找不到这装香料的香囊。 所以说这稀里糊涂的清朝人啊,才认为这荣飞,坐以来这身体啊,就自发异香。 您说,我说的有道理没有?好家伙子嘞,我听过这故宫博愿啊,有一个专家聊这个香妃身上的异香,这听的学徒我呀,都扫了。 他说这个西域的女子啊,有一种秘书,在这个身上啊,能够埋这个香味,一埋啊,就是埋个十天八天半了月的,她埋在哪儿呢? 她说呀,有可能是耳朵里,有可能是肚脐里,还有可能啊,这专家说的呀,挺透彻。 她是专家嘛,这我是一个小自媒体,我要是说出来,首先烫嘴,然后啊,搞不好啊,她就是封号。 所以呢,您自个儿脑补一下,我在这儿啊,就不多说了。 在1892年的时候,当然这会儿的香妃,也就是荣妃呀,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了,在民间呀,虽然不知道这荣妃娘娘是谁,但是这香妃的故事啊,已经威名远播了。 在这会儿啊,有一位清朝的官员叫肖雄,他写了一本诗集,叫做《西域杂术诗》,这书中的内容呢,都是他在新疆当官的时候,所见所闻,以及所想所感。 然后,他把这些东西啊,就汇编成了诗集,当他游览完了传说中的香妃墓之后,就留下了这么一首诗, 妙貌巍峨水绕郎,纷纷女伴叶香娘,书成蜜捧金蝉锁,密住心中怨未尝。 肖雄在这首诗当中虚构了香娘娘回香探母的故事,从这首诗中我们就能想到啊,这香妃的墓它在新疆,那么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? 在新疆有没有一座香妃墓呢?还真有,就在喀什的市郊,有这么一座墓地,静静的安睡着阿帕克火加家族五代,共七十二人。 在这当中啊,有一座坟种,就被传说为是香妃的坟种。 当然了,现在喀什当地人啊,已然知道了,他们传说的这位香妃娘娘啊,就是乾隆皇帝后宫当中的荣妃。 可是那会儿啊,没人知道,因为毕竟是传说也没有什么实证,所以大家呢,只能以香妃来称呼这位女子。 这个当地的传说啊,是这样的,这个香妃啊,是作为战利品,在大小河桌之战以后啊,被乾隆皇帝裸到宫中的。 因为啊,这个香妃在家乡的时候就已然有情人了,所以呢,对这桩婚事啊,她是非常不满意。 于是啊,就暗藏着戾气,想伺机啊,刺杀乾隆。 但是呢,因为这个自身条件非常的好,不但长得奇美啊,而且又体有一香。 所以说啊,她是即便几次三番代要刺亡杀家的乾隆皇帝,仍然是舍不得她。 可是啊,这后空当的老太后啊,她不干了。 哎,这老太后说的是谁啊?那大概应该就是啊,这个重庆皇太后,也就是我们知道的甄嬛。 于是,这太后就找了一个机会,趁着乾隆皇帝不在宫中的时候,秘密处死了香妃。 当然了,关于这个香妃的死啊,还有另外一种传说。 传说是什么样的呢?说这个香妃入宫以后啊,和这个乾隆皇帝,秦色和赛,不但呢,没有发生这个次王杀架的事情啊, 这两个人还十分的恩爱。 再有一点呢,就是你别看这个香妃啊,她是这个维族回部,但是她深冲汉礼,对这个汉文化啊,有很深的造诣,有很深的研究。 说在这个平叛回部的庆功宴上啊,这乾隆皇帝看到这个满朝的文武,以及回江的有功之臣呢,于是就顺口引道,有功即登殿,休论东西南北。 这台下这帮回回将军啊,面面而逝,谁啊,也达不上来下句。 沉默了一会儿啊,这香妃啊,就低声答道,说这个无色也进宫,不分满汉猛回。 这乾隆低头一看啊,她说呀,我这个新媳妇,这文化水平她可以啊。 这时候跪在下面的香妃啊,手一抬,从袖子里啊,掉下了一只沙枣花。 这乾隆啊,看着这个又狗狗又丢子的小媳妇啊,就想调戏调戏这个爱妃。 于是,这乾隆皇帝就信口说道,这小女子嗅那邪花,暗藏春色。 只见这香妃啊,不加思索,赶紧回答道,万岁爷金殿丙竹是明察秋毫。 这乾隆皇帝听完之后是哈哈大笑,这一高兴啊,就把这位西域女子封为了何贵人。 虽然啊,这故事听起来就挺扯淡,但是啊,它必定代表着一些啊,民间的声音。 虽然这乾隆皇帝和这香妃娘娘很和谐,无奈啊,她没过多久,这香妃因为水土不服,在北京啊,轰逝了。 这和咱们刚才第一段传说啊,就接上了,总归都是死了吗? 那个啊,是太后把她杀死了,这个呢,是病死了。 那接下来就应该是死后的故事了。 传说是这样的,这香妃啊,在生前就有遗愿,在死后啊,要埋回到新疆。 因为啊,也只有这样做,才能遵照自己的本民族习惯来埋葬自己。 这接下来的说法啊,就很诡异了。 有人说啊,这个香妃呢,被太后处死以后,乾隆皇帝遵照着香妃的遗愿啊, 把她的头运回了新疆喀什,安葬在了家族墓地。 而她的身体按照大清皇家的礼仪,皇家的藏俗,埋进了清,尊化皇陵,玉陵的非元秦。 当然了,这是横死说的埋葬方式,那么那个病死说的呢? 哎,她是这样的,说这个乾隆皇帝啊,看到这个香妃娘娘病死了。 于是啊,她就想起了香妃娘娘生前啊,曾经留下过遗愿。 她想让自己啊,葬回新疆。 可是这会儿的皇帝啊,和礼部的大臣也挠挠的了。 为什么呀?因为按照大清国的组制加法啊,是万万不能的。 这妃子呢,是必须按照组制埋到皇陵当中。 哎呀,正在大家当一筹莫展的时候啊, 还有这乾隆爷一拍脑门子啊,他贼起了妃制了。 于是他就命人用檀香墓,雕刻成真人大小的一尊木雕。 按照穆斯林的礼,用白布禅果好,放进了棺果当中,运到了喀什。 于是这香菲家的娘家人啊,也就心招不宣的把这尊木雕葬到了家族墓地当中, 对外宣称这就是香菲墓。 并且您现在要是到新疆喀什香菲墓去游览啊, 您还能看到这个墓室当中存放着一座驼轿。 驼轿是什么呀? 就是用两个骆驼架起来一座轿子。 那这个轿子是干嘛用的呢? 这就是成练香菲娘娘的遗体用的。 在这两百多年以前呢,就是用这层驼轿从北京, 把这香菲娘娘的尸体千里迢迢又运回了新疆伊里。 说到这儿咱们也该揭晓那个永远打不开的谜团是什么了。 那就是啊,在喀什这座墓穴当中到底埋没埋着香菲, 也就是荣菲啊,这将是一个永远的谜。 无论是遵从尊重少数民族的角度, 还是尊重这逝者的角度看啊, 我们都不可能把这座墓中打开, 证实一下里边到底埋没埋着荣菲。 您瞧,人家这故事编的黑, 有鼻子有眼有食物, 下回我编故事啊,还得向人家学习。 那么真正的情况是什么样呢? 这真正的情况, 其实这两天咱们故事里边已经交代的差不多了。 这香菲呢,自然就是乾隆皇帝的荣菲, 是回江河卓部啊, 一位维族女子, 咱们一定得认清啊, 这史料中记载荣菲是回部女子, 但是她和回族并没有什么关系, 她是新疆的一位维吾尔族女子, 27岁入宫成了乾隆皇帝的河贵人, 后来啊,又一步一步晋升到了荣菲的位上。 那么这27岁呢, 实际上是咱们中原人的说法, 是虚岁,人家回部啊, 应该是说的周岁, 是26岁, 以后您要听有人说呀, 这香菲娘娘入宫的时候是26岁, 您也别好奇, 那是按照人家本民族的民族习惯的说法。 要说这荣菲娘娘在宫里生活的还算是很幸福, 这乾隆皇帝对她呀, 是宠爱有加, 比起这后宫很多的嫔妃来呀, 寿数也不短, 活到了54岁, 1788年5月24日这荣菲娘娘空室冰天, 内府大臣啊, 按照清宫教律把荣菲娘娘的遗物, 一些珠宝首饰以及遗物啊, 分别赏赐给了公主, 命妇, 以及荣菲娘娘的亲属, 据清宫地后菲遗物处理和焚化改制当中记载, 大学士和珅把这个荣菲遗物领去分别赏给了荣菲之五叔公厄思音, 叔叔子公托克托, 五叔之子台籍, 喀申霍竹, 六叔台籍, 吉帕尔萨, 六叔之子兵巴克尔, 五婶, 六婶, 凶, 土耳都之妻, 荣菲之姐, 荣菲之妹, 荣菲之侄女等等, 这里边其他信息并不重要, 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思考的, 也就是说荣菲娘娘这些亲戚呀, 压根就没在一里, 他们呀都生活在北京, 也就是说呀, 他们是上三旗里边的茴子营, 这会儿啊, 这荣菲娘娘的全家呀, 应该算是八旗, 八旗当中的茴子营, 那荣菲娘娘肯定是顺理成章的, 被埋到了尊化皇陵, 玉陵的非元寝当中, 既然啊, 这香菲娘娘被埋到了尊化皇陵, 那就好办了, 因为呀这个文献比较充足, 再有呢, 这个东陵离的我这儿啊, 很近, 咱们去石地呢, 财子丰呢, 也是方便的, 那么在讲这尊化皇陵香菲幕之前呀, 我得先跟您交代一下, 这个尊化皇陵里边的香菲幕, 也就是荣菲幕啊, 被盗过, 里边的珍宝现在呀, 是荡然无存, 在这个东陵的陵区当中啊, 有两个村子, 叫玉大村和玉小村, 从这两个村的名字呀, 您就能读懂, 这两个村子啊, 是乾隆皇帝玉陵的守陵庄, 在这个玉小村呢, 我认识一位姑娘, 这位姑娘啊, 是这东陵的导游, 他就曾经啊, 跟我提到过, 他说据老人说呀, 说在很多年以前, 那会儿还留着辫子是清朝呢, 其实, 这些守陵人就基本都知道, 每个娘娘的葬位, 也就是在玉陵飞远寝当中, 第二排左属第一位, 也就是从东边属啊, 第一位, 就是这香菲娘娘的墓中, 那么是怎么发现了香菲娘娘的墓室被盗的呢, 这话头啊, 就得从1979年开始说起了, 1979年的时候啊, 这国家文物局装款专用, 一笔资金就拨到了东陵文物管理处, 那么这些钱是干嘛用的呀, 是专门用来啊, 修缮这玉陵飞远寝的, 就在这一年, 国庆节刚过, 十月二日的下午, 这修缮师公主啊, 其中有一位女小公啊, 姓魏, 这位魏的姐呀, 就发现这香菲木种的石踏舵, 正中间出现了一个大坑, 于是这位的姐不敢怠慢, 就向上级领导啊, 汇报了这件事情, 这管理处的领导很快就聚集至此, 经过这仔细勘察呀, 他们才弄明白,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大洞呢, 因为呀, 这是一个盗洞, 具体是哪年到的呀, 说不清楚了, 这盗墓贼为了掩人耳目, 在盗掘了坟墓以后啊, 将几根木棍横放在洞口, 然后呢, 又将这个接条石, 也就是台阶啊, 又摆放在了上边, 由于这个日久天长, 这木棍啊就腐朽了, 所以呀, 在这个接条石的重压下就垮塌了, 才出现了这个洞口, 至于这荣飞墓是何时辈到的, 至今也没有研究报告和研究成果出现, 但是呢, 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断一下, 这清东陵啊, 自建成一时有三个时代, 是有重兵把守, 或者是有专人维护, 看护的, 这其中的一个时期, 当然就是大清朝的时候, 这段时间自不用说, 这里呀, 它完全是禁地, 大清朝结束以后, 这民国政府虽然承诺溥仪, 要保护皇陵, 但是啊, 实际的工作做的并不怎么样, 咱们都知道啊, 这东陵大道孙剑英, 就在这一时期啊, 盗绝了乾隆皇帝的御灵, 和慈禧皇太后的定东陵, 东陵在下一个有人看守的时期呢, 就是日伪时期, 当年呀, 这伪政府和日本关东军总部啊, 又承诺给远在东北的傀儡皇帝溥仪, 一定要保护着东西皇陵, 于是呢, 在皇陵当中就成立了管理所, 在这会儿啊, 这东西皇陵也是有驻军和专人看护维护的, 日本投降以后, 这东陵的管理啊, 基本上又成了真空, 绝大部分的灵禽啊, 都是在这一时期被盗的, 第三个有序管理时期啊, 那当然就是本朝了, 1952年啊, 成立了青东陵文物保管所, 在多代文物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, 青东陵呢, 不但得到了妥善的保护, 而且呀, 是逐步维修, 那我们呀, 就可以分析一下了, 既然这盗墓贼为了掩人耳目, 还要把街条石复原在这个踏墓上, 那么呀, 这个盗墓时间肯定不是那个无人管理的阶段, 发现这个盗墓的时间呀, 是1979年的10月, 数百斤的大石条, 压在洞口几根七八厘米粗细的木棍上, 显然啊,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 这个木棍遭朽了, 已经禁不住这个条石的重压, 所以这个洞口才垮塌了出来, 那么呢, 有生活常识的您呢, 就可以具体的分析一下, 这个盗洞是什么时候形成的, 再往下说下去呢, 就显着我多嘴了, 经过上级文物部门的批准, 这东陵文物管理处啊, 决定对湘飞地宫, 也就是荣飞地宫啊, 进行发掘, 那想发掘吧, 那必然就得是先清理, 这墓穴里边已经积了近两米左右的积水, 抽干以后啊, 底下就是一滩淤泥, 当工作人员进到墓室当中啊, 发现这个墓室啊, 那个石门也就是半场半演的状态, 在金宣那靠北的地面上, 有一个巨石砌成的棺床, 一口巨大的光果东西横置在棺床上, 在这光彩的一侧呀, 被砍出了一道长一米七五, 宽六十公分的大洞, 也就是说这些盗墓贼啊, 就是从这个洞里盗取的墓中的陪葬品, 经过工作人员的勘察呀, 一下子发现了三个谜团, 解开了一个疑问, 这其一呢, 就是清代黄陵埋葬后妃呀, 都是这头北脚南的葬法, 当然了, 这也好解释, 这种棺材摆法呀, 显然是盗墓贼为了方便盗取关中的物品, 把这棺材呢, 移成这样的, 其二呢, 这棺材里边啊, 没有尸骨, 这就让工作人员一下子想起来, 是不是这荣妃呀, 真的被葬到了新疆, 这里边只是一座衣冠种, 当然后来也证实了, 这尸骨被盗墓贼从棺材里脱了出来呀, 散落在了墓室的其他部位, 第三点呢, 就很有意思了, 清代黄陵, 只要是棺果下葬, 都是按照满族的习惯, 这内务府啊, 打造葫芦关, 无论地厚还是嫔妃, 这棺材呀, 都是分内外两层, 内棺外果吗? 可是这荣妃不一样, 荣妃呀, 只有一个外果, 没有内棺, 后来呀, 这个学者分析呀, 可能是和这个维吾尔族的藏俗有关, 那证明了一点是什么呢? 证明了一点呀, 这棺材里边所藏之人呢, 那就是荣妃娘娘, 因为在这金漆棺材上, 写着一行字, 开始啊, 还没人认识, 后来经过这个回族学者考证啊, 大家才知道, 这句话的意思是啊, 以真主之名义, 就是那个古兰经当中的第一句话, 没过多久啊, 这公子人员, 又在这牧室当中, 寻找到了荣妃娘娘的头颅骨, 以及发辫等物, 这也充分的说明, 这身手藏于异处的说法啊, 也是不对的, 后来的这头颅骨, 经过这个人类学家的分析呀, 也确实是一名西域女子, 长有这个西亚的人种特征, 不但深目, 而且呀, 高鼻, 所以说通过这次考古勘察, 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, 这东陵当中啊, 埋葬的就是荣妃娘娘, 并且这荣妃啊, 那就是传说中的香妃, 因为这乾隆皇帝呀, 在后宫当中虽然有三位回部女子, 但是做到主位的, 也就是做到这个品以上的, 只有荣妃一人, 所以呢, 这个墓中啊, 埋葬的只有可能是荣妃, 那么有人就说了, 那这里边会不会是那两位回部女子呢, 或者是福贵人, 或者是宁常在呢, 也不会, 因为呀, 在考古发掘当中啊, 在地宫里边的淤泥当中, 找到了猫眼石, 清宫当中的规制是这样的, 猫眼石这种宝石啊, 比较珍贵, 产资斯里兰卡, 只有在贫以上后飞的饰品当中, 才会出现, 所以说既然能发现猫眼石, 就证明这座地宫当中埋葬的, 肯定是贫以上位分的后飞, 不会是贵人常在的, 这陈子咱们没少聊荣妃了, 咱们得聊聊这荣妃是怎么从新疆到北京的, 咱们做的乾隆皇帝的妃子呀, 在宫里呀, 生活的怎么样, 他和这后宫的后妃呀, 有没有其他的矛盾, 说了他为什么香啊, 聊了他埋在哪儿, 我翻了翻前文书啊, 觉得差不多了, 那够全面的了, 该收尾了, 那咱们最后一期聊什么呢, 最后一期呀, 咱不聊故事了, 咱们要掰扯掰扯呀, 这荣妃娘娘的真荣, 这荣妃娘娘啊, 她生于1734年的10月11, 她足于多少呢, 足于1788年的5月24日, 这些呀可都是公历, 如果呀, 咱们中国立算呀, 她的生日应该是9月15, 这个日期呀很关键, 因为从这个日期呀, 就能证明这荣妃娘娘就是小和卓的媳妇, 因为这两个人的生日一样, 那么从史料上能证明是同一个父亲, 同一个哥哥, 又是同一天生日, 那肯定就是同一个人, 国内的很多媒体, 以及现在很火的自媒体呀, 很多都称呼着湘妃, 为伊帕尔汉, 翻阅资料以后啊, 我觉得不能用伊帕尔汉这个名字, 来形容容妃, 这个名字来源于哪啊, 来源于这个东北, 圣经, 就是现在沈阳啊, 一个学者的传记里, 可说的他小二位年了, 没人知道荣妃娘子的名字, 突然有人啊, 这么称呼他, 并且呀, 还是一个维吾尔族的名字, 大家都很新奇, 觉得这个很适合荣妃, 就把他沿用至今了, 实际上这个名字呀, 他有点不妥的地方, 为什么呢, 他是一个用维语, 翻译汉语, 再用汉语写成维语这么个名字, 实际上啊, 这个伊帕尔汉呢, 就是湘妃的意思, 他问题的关键呀, 是这荣妃不能够一出生, 或者说呀, 他还没嫁给乾隆皇帝之前, 就被称子湘妃, 这不是瞎说八道吗, 所以说, 现代学者呀, 都沿用这个小何卓妻子的名字, 何卓法蒂玛来称呼荣妃, 那有好朋友就说呀, 你要非说这个荣妃娘娘的真容, 那这两天, 你那个图片是谁呀, 咱们一直不是在用这幅图片, 来代表荣妃娘娘的真容吗, 实际呀, 坊间俄传, 湘妃的画像很多, 我无非呢, 就是在其中找了一幅, 我喜欢的把它贴了上来, 并且这幅香妃画像啊, 在这个社会上认知度很高, 一看见他呀, 略非知的点, 轻使的人都知道, 哎, 这就是香妃, 那么这张画他到底是不是呢, 这张画呢, 他还真不是, 这幅画啊, 是晚清的时候啊, 广州的一幅外销画, 途中女子穿的也不是奇幅, 实际上是晚清的时候, 汉族女子改良过的奇幅, 这发型啊, 也是清晚的时候啊, 在广州非常流行的一种头饰, 也并不是啊, 这奇人女子该梳的头, 什么您呐, 您说我说这都是推色, 哎, 您看了吗, 我这儿啊, 有证据, 您瞧, 这一个女子的脸呢, 一个发饰, 配上了不同的头饰, 不同的服饰, 这同一时期的画作呀, 我们在国内国外发现了很多幅, 并且呀, 我可以跟您明确的说, 这幅肖像画啊, 它虽然是西洋画法, 但是啊, 它和这个乾隆时期的宫廷西画, 在风格上啊, 一点都不符, 我并没去过呀, 关于这种广州外销画的画展, 但是啊, 在北方如果您想看这题材的话啊, 我给您指个地儿, 天津的滨海新区中国国家海洋博物馆, 收藏了不少广州外销画, 对了机会啊, 您可以到那儿捞捞去, 不光是这幅画, 您像什么湘飞骑马像, 湘飞娘娘彩花像, 等等等等, 我觉得呀, 都是一些画家为了迎合市场后来的伪作, 说是伪作呀, 实际上也难为他们了, 其实就是易造, 凭空想象而来, 在坊间传说一系列荣飞娘娘的画像当中啊, 要说最有故事的还得说是这幅, 这画中所画呀, 一位荣装女子, 那简直是英姿飒爽啊, 身上穿着铠甲, 往脸上看呀, 一副西域人的面孔, 高鼻帘伸眼窝, 所以呢, 很让人啊, 能够联想到这就是乾隆皇帝的湘飞, 来自于维吾尔族的娘娘, 并且呀, 这幅画上啊, 有官方的概括, 说这就是湘飞,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, 这些文物都属于故宫博物院, 当然了, 这幅画他现在呀, 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, 哎, 甭管他藏在哪儿吧, 他也是没出咱们中国地, 让这养鬼子巧取豪夺了墙, 这幅画最初啊, 他也不属于北京故宫博物院, 那会儿啊, 这故宫博物院呀, 还叫做北平古物陈列所, 1914年的时候, 当时的国民政府啊, 就决定把故宫一部分对外开放, 但是你对外开放这屋里, 它必然就得有陈设, 于是呢, 这古物研究所呀, 就从圣经故宫, 哎, 也就是现在的沈阳故宫, 还有这个避暑山庄, 调配了很多文物啊, 来到北京, 陈设到各个殿语当中啊, 好, 对游人开放, 哎, 其中啊, 他就有这幅画, 可是呢, 他奇怪啊, 就奇怪在, 这幅画正面啊, 他并没有款式, 也没有提计, 背面呢, 也没有标识, 这画的是不错呀, 可是不知道啊, 把它摆在哪儿, 于是啊, 这会儿啊, 就来了一个气粗的, 谁呀, 当时北洋政府的内务部总长, 叫朱启前, 这老朱看完这幅画作之后啊, 摇着脑袋就说了, 咦, 这个小男人挺带劲的, 我看呐, 他就是湘飞, 得, 这内务部总长啊, 都给这幅画判刑了, 他说他就是湘飞, 您想啊, 这古物研究所那帮人, 他还敢说是别的吗, 得啊, 您说是湘飞啊, 咱们就是湘飞, 于是呢, 这古物陈列所呀, 还找了一位文笔好的先生啊, 给这幅画撰了一篇说明稿, 说这幅画啊, 他就是湘飞, 是前冬年间呀, 著名的宫廷画家朗世宁所画, 并且呀, 这文章上还提及, 说这湘飞啊, 是西域回步人, 是原来呀, 这个一个西域王的妻子, 是个王妃, 后来呢, 被乾隆皇帝裸到宫中, 因为体有一乡啊, 所以民间传说叫做湘飞, 那您想起吗, 这故宫啊, 好几百年, 那是宫廷禁地, 这大一把老百姓从来没进去过, 突然到故宫游览参观以后啊, 发现在玉德堂, 悬挂着一幅啊, 漂亮的西洋美人像, 这大伙让琢磨呢, 这是谁啊这是, 哎, 看见下边啊, 贴着一个标签, 有一行小字, 读完了之后啊, 大伙就都知道了, 哦, 这原来就是湘飞呀, 出的呀, 再跟人抬杠算是有话头了, 怎么着, 你说那不是湘飞不行啊, 这宫里挂着那个像呢, 哪挂着呢, 就在湘飞娘的那早堂子, 五英殿玉德堂啊, 那上面写着呢, 那个娘娘她就是湘飞, 我还告诉你, 不是今儿挂上去的, 那惹定是乾隆年间乾隆老佛爷, 亲自挂上去的, 哎, 这传瞎话嘛, 他就是这样, 能把这安春弹啊, 传成松花, 我说这些话呀, 不是我凭空捏造的, 是经过两位故宫博院的大专家, 在文章中证实的, 一位啊, 就是被称为故宫活地图的朱家进先生, 另外一位呢, 就是故宫博院的老院长, 单世元, 单先生, 朱家进那篇文章啊, 叫做湘飞, 容装相定名的由来, 单世元这篇文章啊, 叫做五英殿玉德堂考, 收录在我在故宫七十年一书当中, 您要不信呢, 您找了这两本书, 翻翻您就知道了, 那有人说完了, 就没有人能找到这容飞的真容了, 哎, 您也别灰心, 哎, 我也不灰心, 您看啊, 之下咱们要介绍的几幅画上边的女子啊, 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可能性啊, 她就是容飞, 咱们先说这一幅, 这幅图的名字啊, 叫威狐霍鹿图, 那这幅图的名字是谁起的呀, 哎, 这幅图啊, 这名字不用别人起, 在这一脚上啊, 有乾隆皇家的亲笔提拔, 上边写着呢, 这幅图名字就叫做威狐霍鹿, 这幅画的场景啊, 很简单, 秋景, 一看呢, 就是在关外, 您看地上的草啊, 已经转黄, 这树上的印呢, 已经变红了, 上锤手靠前骑在马上, 光宫搭剑, 这剑已经射出去的人呢, 那就是乾隆, 这只剑啊, 正中在前边一只雄鹿的肩甲上, 这剑族穿过肩甲, 正中心脏, 这雄鹿已然倒下去了, 下手花马上啊, 骑坐一名女子, 这女子啊, 右手持这个坐骑的钢绳, 左手呢, 从剑囊当中抽出一只剑来啊, 递给了乾隆皇帝, 这女子啊, 一定是乾隆皇帝非常亲近的人, 她要不及呢, 就是名公主, 她要不及就是妃子, 可是啊, 这女子啊, 往脸上看啊, 大概年纪已经在三十多岁了, 显然呢, 不一定是公主, 那就是妃子了, 那要是说有这手艺的妃子呀, 在乾隆后宫当中啊, 那屈之可数, 我算来算去呀, 也无非就是两位, 一位呢, 就是湘妃, 也就是这个荣妃何卓氏, 维吾尔族草原上的民族啊, 这打小呢, 就离不开骑射公马, 还有一位啊, 就是圣妃厄鲁特氏, 打小啊, 就和这个父母, 颠沛流离在西伯利亚的草原, 是蒙古族, 从这途中的女子啊, 穿着打扮, 以及面容上来看呢, 非要说她是维吾尔族的湘妃, 她倒啊, 更像是来自厄尔特蒙古的圣妃, 不过呢, 有一点呀, 倒是可以肯定的, 这圣妃呢, 她远远没有容飞得宠, 这宫廷跨师啊, 她眼里最有水了, 哎, 这帮孙子, 她是不会轻拟的, 安排一位不得宠的, 鸡肋一般的嫔妃, 在皇帝身边的, 这马屁, 她也拍不响不是, 还有一个因素, 也是专家咬定这名女子, 就是相飞不放的原因, 这名女子身上穿的衣服啊, 款式上虽然分不太清猛回, 但是这衣服上的图腾啊, 可是维吾尔族的, 什么图腾啊, 巴丹木花, 这巴丹木啊, 大伙都熟悉, 就是这两年呀, 大伙总吃的那个, 来自于新疆的姓人, 这巴丹木花呢, 自然就是姓花, 无非是呈现在服饰上啊, 为了显示更漂亮, 她把它画成了蝉枝花卉, 那专家人是这意思, 只有这新疆人啊, 才喜欢把新疆花, 画在自个身上不是, 所以说呢, 综合分析, 这幅画上的女子啊, 有七成的可能性, 就是荣妃, 就是相飞, 这写真集和生活照啊, 咱们说完了, 咱们就得呀, 往那个大和影里找了, 咱们先看这幅画, 您看这幅画你是熟吧, 咱们讲那个季侯纳拉式的时候啊, 咱们聊过这幅画, 这幅画叫赛燕四十图, 这画上边啊, 主要反映的, 虽然是乾隆皇帝, 在木兰秋显之余的一些娱乐活动, 可是呢, 这幅画作里边啊, 出现了群飞像, 您看这幅画里边啊, 有一位女子搀伏着旁边, 穿着盛装像的娘娘, 那这幅画表现的是什么年代呢, 这幅画所画的正是乾隆二十五年, 那一年啊, 这个荣妃的位分啊, 还是贵人, 所以说啊, 作为皇上家位分比较低的何贵人, 去搀伏身边的嫔妃呀, 倒是也合情合理, 您看这名女子身上衣服所绣制的花卉呀, 她也是缠枝巴的木花, 所以说呢, 这位女子啊, 很多学者认为她就是香妃, 还有人说呀, 这后边这位戴着心欲皮帽的才是荣妃娘娘, 这种说法呢, 也是颇多, 有很多人认为啊, 这就是荣妃的真荣相无疑, 那如果一定说她是呢, 前边竖着小辫子身穿这巴的木服饰的, 这一位女子又不好解释了, 您看, 在一幅图当中啊, 就产生这个争议了, 所以说这一幅图当中啊, 我也吃不准到底哪一位才是当年的何贵人, 后来的荣妃, 接下来啊, 咱们再看一幅, 这可能性啊, 在百分之九十以上, 那这幅画的名字叫什么呀, 叫重庆皇太后八旬圣寿图, 有人呢, 给这幅画啊, 定名为啊, 八旬万寿图, 可是啊, 我不知道这样称呼, 它合适不合适, 因为我知道的呀, 这皇太后的生日啊, 叫做圣寿, 这皇帝的生日啊, 叫做万寿, 娘娘的生日呢, 叫千秋, 所以说呢, 我的频道我做主, 我还是按照我的习惯, 把它称之为重庆皇太后八旬圣寿图, 这幅图啊, 人无众多, 咱们今天呀, 不在这一一的做解释, 如果您要是想听, 留言区啊, 或者弹幕, 您告诉我一声, 明儿我就给您啊, 好好掰吃掰吃, 您看啊, 这上锤手从里往外属第四位娘娘, 这位娘娘啊, 就被公认为荣妃, 有人说这么说, 你有证据吗, 我没证据, 但是这是故宫博物院的专家, 从这个当时贫分的位分上, 在结合图中女子们的作词, 这样推断来的, 我想啊, 这样的准确性应该在90%以上, 有人说呢, 就再也没有准确的图像, 让我们看一眼这香妃娘娘的真容吗, 有一幅, 可是啊, 非常不清楚, 这太仓啊, 有一位陆夫人, 在明国二三年的时候啊, 曾经去这尊华皇帘游览, 当游览到玉陵飞远寝的时候啊, 他发现有两幅荣妃的画像, 他就用相机记录下小的那幅荣妃画像, 就是我们看得到这幅画像, 这幅画像啊, 他刊登在孟森先生的遗著《清代史》一书上, 到咱们这儿啊, 资不定翻拍过多少回了, 所以说呀, 鼻子没帽眼, 全看不清楚, 那么问题就在于这东陵到底藏没藏过荣妃娘娘的画像呢,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着一部清废地溥仪档, 里面啊, 有这么一则记录, 值得我们参考, 这一条啊, 是明国十四年农历八月十七日, 也就是公历的一九二五年十月四日, 新任的东陵守护大臣玉鹏写给溥仪的一封信, 信中说着马来玉本地奸人将东陵遗物一应变卖, 玉陵圣荣, 就是乾隆皇帝像, 还有荣妃圣荣像均明码标价进行出售, 由此看来在民国期间, 东陵里啊, 他确实还有荣妃的真荣像存在, 这事儿啊, 考证到这样啊, 已经不能再考证下去了, 这也许啊, 就是上天的安排, 这位西域女子神秘的湘妃啊, 在世人的心中, 李鹰就应该是这种谜一样的感觉, 得嘞, 这湘妃的故事啊, 我算给您全讲完了, 咱们下集开讲乾隆皇帝十大武功之四是二打, 金川。